来跟着辣碗报到月球去哇哈哈一下 美国的NASA的署长警告 小心北京现在正在占领月球 真的哦 NASA署长Nielsen 我们必须要担心中国在登月之后会说 这是我们的你们别过来 到月球上去插一把旗 月球是我的月亮是我的不要过来 认为中国的太空计划 其实是一个军事一个计划 会宣布月球是中国领土 然后呢干嘛呢 在那里摧毁别人的卫星 在那里呢偷取别人的机密 当然了大陆外交部立刻呛回去 说这位局长叫他这位局长 不是第一次罔顾事实 信口开河喷中国啊 美国公然将外太空界定作为作战疆域 组建外空军还有外空司令部 研发进攻性的外空武器 还要指责中国大陆说 会讲这个月球是我们的 我先请董哥你怎么看一下 这个NASA的现任署长告诉大家 北京呢不但要占领月球 还会宣布月球是中国的领土 这位局长罔顾事实啊 夜球早就是中国的啊 我们派在那里有一个人叫常依 一个叫吴刚 而且我们还派一只兔子 我们连小动物都带上去了 这个事实他怎么能够罔顾呢 我们在那里已经几千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很多人恐共或恐装就已经抓狂了 讲很多东西以无伦次 那他把这个信息带到全世界 比如说最近北约 北约应该讨论的是俄国 他不是耶 他们最后目标就是说 我们北约最大挑战就是中国 楼有点歪 对他就那中国的发言人中国大陆发言人就出来就很奇怪说 我们中国跟北约的位置十万八千里怎么会扯到我们呢 那现在怎样北约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我在亚洲在做一个小北约 然后慢慢壮大 这个当然大家就可以看到四方的会议这一些 澳洲日本韩国印度 就他是这样塑造出来的 所以人的恐惧其实是很可怕 美国人一直用自己的恐惧去塑造很多敌人 他就是需要一个敌人 有个敌人对他来讲是有利的 所以就是说他在地球上塑造了一个敌人叫做中国大陆 那在月球上还是要找个敌人 这个人也叫做中国大陆 他塑造了一个敌人之后 他才可以帮他的什么外空军 什么进攻性的外空武器 他争取很多预算 对不对 你们国会大家这么怕中国 中国要占领月球 所以我们NASA 我们休斯顿的总部系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应该是很专业的NASA 但请教一下 我说这个东西当然就很有画面感 我说我第一个就想到大陆太空人在上面插一个旗 然后就发表一篇太空宣言 月亮是我们的 因为台湾的董志生说过这里有嫦娥 就是证明就很有画面感 但我不知道这有法律常识吗 我的意思说真的中国大陆可能做这么幼稚的事情吗 我如果是赵立坚 记者发问我 我就唱一首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就这样 我碰到神经病你要叫我怎么回答嘛 对不对 那其实这种 美国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他们一直害怕被别人超越 然后一直去塑造假想敌 然后就自己编很多故事 什么新疆怎么样 夜球怎么样 然后中国怎么去支持 那个苏俄去打那个乌克兰 所有东西都是用想象的 那因为他们国内很多人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怕共产党嘛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美国社会怕共产党怕的摇印 但董哥我打断一下 没有错 大陆的太空工程的技术是很强 同时我们看到他们2004年就批准了月球探测 就叫嫦娥工程 没有错啊 2019年也发射了这个嫦娥4号的月球探测器 成功的着陆在月球的背面 还要跟俄罗斯联手2035年分三个阶段 在月球建立长期的科研战 这个我们看到国际的太空大国 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兵家必争之地 早就从地球打到了外太空 只是我们台湾没有参与而已 那我要问一下介大使 月亮到底是谁的 不知道 但钓鱼台是谁的呢 好像也不太知道 对不对 最近有个新闻 中国大陆俄罗斯的军舰 相继出现在钓鱼台海域 日本视为挑衅 我们来看一下同一件事情 中央社中央社是官方媒体 我们台湾的 中央社跟自由时报写的是同一件事情 但怎么怪怪的 你会觉得同一个新闻吗 中央社的讲法没有问题 这是中国海军的 护卫舰航行在钓鱼台列宇周边海域 然后稍早呢 俄罗斯的军舰也航行在钓鱼台海域 这样写没有问题 对我们台湾来讲 它就叫做钓鱼台 但你看看自由时报怎么写 自由时报写说 中国跟俄罗斯军舰4号 接连进入日本的间隔诸岛 间隔诸岛 然后你 当然内文我们是 因为很长来不及写 内文还写间隔诸岛 后面括号叫做钓鱼台列宇 完全是日本的视角 这点让大家给惊呆了 有没有标题就是 中国海警船入侵日本领海 靠近日本渔船 日渐警告马上离开 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绿营的媒体已经完全是日本视角了吗 这应该要受到谴责 因为钓鱼台是我们中华民国 神圣不可侵犯领土 我们国家的这个报纸 居然无视于这个事实 而且接受日本人说 这是日本的间隔诸岛 那这个实在是有点出卖国土 这个要接受严重的谴责 而且我觉得外交部应该对这件事情 应该做出 他那个发言人才应该针对这个报导 做出澄清 是啊 接受这个报导大家惊呆了 但是欧将安只有出来 赵本宣科念一下 调于是我们的领土 讲了一大堆 相较于日本 日本是出动了怎样 出动了舰艇去有所动作 我们就是赵本宣科去念一顿 但是对于这篇报导完全视而不见 这个应该要谴责 我觉得官方要对这种报导 做出谴责 我们社会应该对这样子出卖国土 这种而且把国土送给别人 这种做法严格谴责 现在讲到月球 月球事实上的话 联合国有个决议 联合国有个月球协定 1979年就签了 可是美国没有签 美国没有签 中国也没有签 俄罗斯也没签 有能力登陆月球都没签 它里面有讲一个规定 一个原则 限制单一国家 对月球资源的创建 开发与利用 也就是你月球 你要不能单一国家去开发 所以这边呢 告诉来大家 汪汪水神 维生性电解次序生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 还原成水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我们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祝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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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